为让民众了解到台电公司 存在一甲子以上的电力发展进程 这一次特别在台中供电营运处 来展出了旧东西书电线文物展 展出包含有庐山保线索的锁牌 手动油压压缩机等等 同时还有老员工在场说明 当时工作的情况 用旧物跟导览来写下电力输送的历史 日常生活所用的电力 都是靠着前人辛苦立下的基础 才能够建立起稳定的供电系统 承载一甲子以上的电力发展精神 台电公司在台中供电营运处 特别举办旧东西书电线文物展 展出60多年前 如何建立起这条书电线 透过这一次包括有一些相片 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文物 让我们的民众了解 那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在做文化保存方面 所尽的一个努力 那当然我们今天有请了很多 我们以前从1970 1960年代到现在的一些我们的骑劳 看到这个牌子 卢山保存所 民国19年 89年时 那时候做任市工 就去那里做 做到62年 被内照顾 正式 调照 调去旗工 民国66年 不转掉 调去 连过 天使保存所 台链表示 旧东西书电线是台湾第一条 横跨中央山脉 3000多公尺 冰天雪地的线路 从南投万大发电厂 一直到花莲县同门 肩负起调节东西部电力的使命 而这一次展出充满历史价值的无物 像是庐山保线索索牌 手动有压压缩机 扭转连接器等等 写下电力输送的历史 旧温路 第一个就是 这60吨的水压器 这是在接山用的 以前这就是旧型的 旧型的这些浸荡 这应该是差不多 要到60公斤 要到100公斤 去你山顶多的人 要更紧困难 山顶的路洗掉 业多多 那时候的财富 这就是一个人自己赔 起山落山 落到两个桂枝 八道起来 以前老一变的是用这种 现在新式的已经 变成说 电动油压的 这个要接见 要看导线多大 那个口径不一样 要换口径 长达44公里的线路 在当时的年代 依靠着人力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高山保险员在 冰天雪地中 要借富起维护的责任 相当不容易 随着线路设备 达到使用年限 加上东部地区 电力稳定供应 旧东西输电线 也将工程升退 透过文文展 更能够感受到 这得来不易的 电力进而学会珍惜 建设庄 台中产报导